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9月18日,星期日,我不能够保证我今天的视频做得会顺利,因为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非常的沉重。 原因呢,大家也非常的清楚,因为呢,今天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重大的一天,918的这个日子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因为在9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的东北爆发了一个重大的事件, 那就是呢,日本对我们中国,当时还是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国军,在东北的驻地叫北大营,进行了猛烈的炮轰,那么当时东北军呢,就紧急多次的向当时在北京的张学良发去了报告,向他报告日本对北大营轰炸的这个紧急事件, 但是呢,张学良每一次的回复都是三个字,不抵抗,那么国军的不抵抗呢,并没有换来日本的停手,日本继续进行轰炸, 那么第二天以及以后的几天,张学良也不断的向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发去报告, 但是,蒋介石每一次回复,也都只是三个字,不抵抗,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呢,他天真的以为国际社会会给一个公正的结论, 他要求当时的国际联盟,当时还没有联合国,向国际联盟发去了申诉,要求国际联盟呢,进行调查,并且制止日本, 但是,当时的国际联盟,大多数的国家,像英国,法国,荷兰等等, 他们本身就是殖民国,全世界去殖民,和日本的情况呢,基本上是一样的, 他们考虑到他们自身的利益,他怕对日本谴责的话呢, 那他们的那些殖民地,也都会揭竿而起,所以呢,他们对日本就没有进行谴责,更没有进行制裁, 那么美国呢,虽然不是殖民地,但是他在日本当时是有贸易的, 他们也怕影响到他们的贸易利益,所以呢, 对日本只是轻描淡写的,进行了一下指责和制裁, 等于说呢,国际社会对日本这种侵略性的行径呢,就给予了默许,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肆无忌惮, 因为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 他只用了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 就占领了中国整个的东北, 这就是日本的侵略行为的开始, 从中国的东北,到中国的全境, 从中国扩大到整个的东南亚, 以及太平洋地区,直到二次大战的结束, 我们通常会说呢, 抗日战争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的, 实际上当时呢,蒋介石对于日本的进一步的这种侵略战争呢, 也是采取不抵抗,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之下, 蒋介石政府才开始对日本进行抵抗的, 那么抵抗的同时呢, 也没忘了来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有的人就主张呢, 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八年, 而是十四年, 就是应该从1931年开始算, 对于国民党来说, 抗日战争顶多是八年, 可是对于共产党来说, 抗日战争实际上至少是十四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派出了一些人到东北, 进行一些对抗日本的活动, 如果大家曾经看过一些影视剧, 或者是呢, 如果你看过一些历史资料, 你会发现, 抗日英雄像杨敬宇啊, 赵一曼呢, 他们的活动呢, 是远在九一八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远在八年抗战之前就开始了, 杨敬宇呢, 他是在1929年三月的时候, 他就被共产党派去苏联学习, 当时去苏联的路径呢, 就是坐火车经过东北去往苏联, 那么杨敬宇在1929年三月的时候呢, 就来到了东北, 他到了东北以后呢, 参加了很多的抗日的活动, 当时的表现形势呢, 主要就是在群众当中进行宣传, 以及组织罢工等等, 那么在杨敬宇到了东北, 没几个月之后呢, 刘少奇也被派到了东北, 那刘少奇去了以后呢, 联系到了杨敬宇, 发现那杨敬宇呢,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就问杨敬宇, 你还要去苏联吗, 还是留下来进行这种抗日的活动, 杨敬宇就表示说, 我留下来不再去苏联了, 那么他就留下来和刘少奇, 以及其他的共产党员一起, 就在东北进行一些抗日的活动, 在918之前, 杨敬宇和刘少奇曾经都被日本抓起来过, 在监狱里面, 他们都受到了那些非人的折磨, 后来刘少奇被营救出来以后呢, 就转到了内地, 而杨敬宇一直都留在东北,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杨敬宇抗日英雄的这个故事, 尤其是东北的朋友们, 那杨敬宇到最后呢, 就是被日本的军队给杀害的, 他被杀害之后, 日本人还把他的肚子给他抛开, 抛开以后发现, 杨敬宇的胃里面只有草, 没有任何的食物, 杨敬宇被杀害的时候, 年仅35岁, 那么还有一个抗日英雄, 他就是女英雄赵一曼, 刚才有一个网友给我转发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是司马南做的, 司马南在他的视频里面就讲述了赵一曼的故事, 赵一曼和杨敬宇、刘少奇等一样, 本来都是内地人, 为了抗日, 他们来到了东北, 那么赵一曼他到东北的时候呢, 他的儿子才只有三岁, 可能是因为他就知道他离开家, 指不定还能不能回来, 指不定还能不能再次的见到他的儿子, 所以呢, 他还特意的照了一张照片, 结果这张照片就确实成为了他最后和他儿子在一起的一张照片, 他到了东北以后呢, 就投入到了抗日的一系列的活动当中, 到最后就被日本给抓到了, 抓到之后对他进行千方百计的那些个酷刑, 甚至还采取了对女性特有的一些侮辱性的酷刑, 尽管如此, 赵一曼一个字也没有提供给敌人, 就在他被刑刑的头一天, 赵一曼提出来说, 能不能给我一张纸和一支笔, 我给我儿子留下几句话, 那么他们就给他提供了一张纸和一支笔, 他就用这样的一张纸和一支笔给他儿子写下了, 请他儿子不要忘记他的妈妈是为国家而死的, 从他的字迹我们可以看出来, 赵一曼当时他的心里面是那么的平静, 那么的坦然, 因为他的字迹写的是非常的平顺的, 是非常的稳定的, 然后坦然的走上了刑场, 当时赵一曼只有31岁, 司马南是一个作风非常平静, 快乐, 轻松淡然的一个人, 可是当他讲到这儿以后, 司马南也控制不住自己, 请记住啊, 杨静宇在牺牲的时候35岁, 赵一曼在牺牲的时候31岁, 在我们这个年代, 我们就认为30多岁, 在父母眼里面他们还是孩子, 我们的整个社会呢, 也把这样的人群呢, 看成是孩子一样, 可是呢, 他们已经为国捐躯了, 实际上, 在战场上有无数更年轻的生命, 就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而依然而然的捐出了他们的生命, 在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首歌, 是王飞唱的一首歌, 你不要以为王飞只会唱一些流行歌曲, 王飞的这首歌真的是唱的, 我看一次哭一次, 因为版权的原因, 我在这里呢, 就把歌词给大家读一下, 完了以后, 我希望大家能去在网上找一下王飞唱的这首歌, 王飞唱的这首歌, 别提多打动人了, 情绪是非常的饱满, 他的处理是非常的到位, 这首歌呢, 是一首主题曲, 是中国在建党百年的县礼片, 我和我的父辈里面的一个主题曲, 我们来看一看这首歌的歌词, 你仔细体会一下, 你脑海里面就想着我们那些, 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献出他们年轻生命的那些英烈们, 歌词是这样的, 你是遥遥的路, 山野大雾里的灯, 我是孩童啊, 走在你的眼眸, 你是明月清风, 我是你照福的梦, 见与不见, 都一生与你相拥,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笑颜, 你的手, 我蹒跚的铅, 请带我去明天, 如果说, 你曾苦过我的田, 我愿活成你的愿, 愿不汪啊, 愿勇往啊, 这盛世的每一天, 你是岁月长河, 星火燃起的天空, 我是仰望者, 就把你唱成歌, 你是我之所爱, 也是我心之所归, 世间所有路, 都将与你相逢, 而我, 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笑颜, 你的手, 我蹒跚在迁, 请带我去明天, 如果说, 你曾苦过我的田, 我愿活成你的愿, 愿不汪啊, 愿勇往啊, 这盛世的每一天, 山河无恙, 烟火寻常, 可是你如愿地跳啊, 孩子们啊, 安睡梦想, 像你深爱的那样, 而我将梦你所梦的团圆, 愿你所愿的永远, 走你所走的长路, 这样的爱你啊, 我也将见你未见的世界, 写你未写的诗篇, 天边的月, 心中的念, 你永在我身边, 与你相约, 一生清澈, 如你年轻的脸, 如果你已经被我哽咽的这种朗诵所打动的话, 我请你去看一看王妃唱的那首歌, 你看看你是不是和我一样, 看一次哭一次, 我想请那些法轮功们, 你们也去看一看这首歌, 你想一想, 想当年为国捐躯的那些先烈们, 你想一想赵一曼在刑场上, 心里面还想着他三岁的儿子的模样, 他都不知道他儿子三岁以后是什么样子, 你在铁石心肠, 你的心里面会不会被触动, 今天我看到, 在沈阳以及东北其他的地方, 都拉响了警报, 而且呢, 我在网上看到好多的视频, 所有的人, 包括那些在公园滑滑梯的孩子们, 当他们听到警报的时候, 全都停下来, 站立, 肃穆, 默哀。 可是, 我要说的是, 当我看今天我们台湾的同胞的节目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节目提到九一八, 我曾经看到赵少康曾经说了一句话, 他说的那一句话, 我真的是很痛心, 赵少康说呀, 说中国大陆很恨日本人, 因为日本人想当年侵略了他们, 请注意赵少康所说的话, 他说大陆人才恨日本人, 因为他们侵略了他们, 如果中国政府还对台湾抱有和平统一的那种愿望的话, 这真的是痴人说梦啊, 不要再抱有幻想了, 台湾的所有的人都把九一八不当成他们自己的事, 尽管九一八日本人轰炸的是国军的北大营啊, 是国军啊, 国军这两个字台湾一天到晚的挂在嘴上, 当时那可是国军啊, 当时的中国可是中华民国呀, 可是台湾的这些人都无感, 和平统一根本就不可能, 台湾的这些败类们, 根本他们就忘本, 他们是如此的忘本, 世界是如此的失去正义, 连上天都看不过眼, 你知道表现在哪里吗? 就在今天, 台湾发生了6.9级的地震, 震中只在地下10公里的地方, 台湾的大桥断裂, 火车出轨, 大楼倒塌, 我看到他们就是储藏那个, 骨灰河的那地方啊, 那骨灰河的那个架子都震倒了, 难道不是台湾的这些败类, 惹怒了天怨吗? 还有呢, 说美国今天发出了海啸警报, 台湾说是因为台湾的地震, 不是因为台湾的地震吧, 台湾的地震能在美国引起海啸吗? 美国发出了海啸警报, 这就是今天呀, 918呀, 难道不是那些个冤魂的一种呐喊吗? 这个世界没有给那些冤魂以宽慰, 给了他们取解, 给了他们不公, 难道不是冥冥当中那些个冤魂的一种表现形式吗? 如果说台湾人, 他们置身度外, 他们不把日本侵略这件事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没有理由啊, 日本不是在二战之前, 也对台湾进行了奴役吗? 台湾怎么会无感呢? 这是一些败类, 说起来就是一些败类啊, 我们再对比一下其他的国家, 我们就对比一下这个印度, 印度他们拍很多的那些的影视剧, 来控诉这个殖民者英国, 对印度的农役啊, 让印度遭受的苦难啊, 今天我还看了一幅油画, 那个油画里面呢, 就是高高在上的英国殖民者, 那里面有他们的旗帜, 他们拿着所谓的圣经, 好像是仁义道德似的, 可是印度人就被他们屠杀在他们的脚下, 这就是印度对殖民者的控诉啊, 台湾对殖民者有控诉吗? 台湾只有认贼作父, 赵畅康还说什么? 因为日本人对他们进行了侵略, 日本人没有对他们进行侵略吗? 没有对台湾进行侵略吗? 人家这个印度人啊, 我们就看以前的那些片子里头啊, 好多的被殖民的地方, 就是中国的香港啊, 中国当年的上海啊等等啊, 大家记得不记得, 就是那些警察是印度人的, 就是印度人还在中国人的上面呢, 那些殖民者使用印度当警察来镇压中国人, 可是印度人呢, 要求英国赔偿, 他们可不是女王去世之后才提出赔偿的, 印度每一年, 每一月, 每一天, 都没有忘记英国对他们的殖民统治, 都没有停止过要求英国对他们赔偿, 而我们的那些败类呢, 却在歌颂英国, 歌颂英国王室, 台湾那些败类, 甚至还要去歌颂日本侵略者, 认贼作父, 台湾那些败类说什么, 他们不认同大陆, 大陆如果想把台湾拿回去的话, 就得争取他们的认同, 谁在乎你认同不认同啊, 谁在乎你认同不认同啊, 台湾宝岛一直都在中国的版图上面, 而你们这些败类, 是什么时候才出现在那的, 谁在乎你认同不认同啊, 你只是过眼烟云, 当祖国统一之后, 你愿意跟着呆着, 你老老实实跟着呆着, 你不愿意跟着呆着, 滚蛋, 你看看赵勒康的节目里面, 那些人天天跟着讨论的是什么, 他们就是在讨论, 美国的那些政策, 对他们有利没利, 能不能帮他们来抵抗中国大陆, 他们什么时候讨论过, 我们如何能够和中国大陆团结在一起, 哪怕你对中国大陆提一点要求, 他也有一个统一的愿望啊, 可是他们有吗, 他们都没有啊, 这还是赵勒康他们的一个节目, 他们的观众主要是哪的观众, 我看他们的观众主要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中国大陆的观众们, 大家能不能去抵制赵勒康的那个节目, 不要再看他那个节目了, 再说那节目他有营养吗, 你要看新闻就去看中天新闻, 不要看什么赵勒康的,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